眾所矚目的台北內湖慈濟園區開發案 慈濟醫療以及基金會 16號選擇在花蓮慈濟禁思堂會議廳 舉行記者會 宣布慈濟內湖園區開發案 即日撤案 金上火線的基金會副執行長王端正強調 為了落實內湖園區的生態 護育以及環保教育 將會配合台北市政府的規劃 擴大公民參與 傾聽各方的意見 而對於各界爭議 王端正更是提出基金會的改革措施 慈濟因為內湖園區開發案 連日受到各界的關注 包括財務以及土地運作 也都受到檢視 負責基金會財務管理的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表示 從3月25號起將會分階段 將正在執行的專案或基金會的收支 陸續透明化 第一階段會將各專案陸續公布 例如社區重建 第二階段則會將慈善 醫療 文化 教育基金會等 四大事業的收支對外公布 我們這次真正的 深深的 請聽到社會大眾對我們的進行 事實上我們也深自 緊貪 因為私集本來就是社會大眾 慈濟醫療置業執行長林俊龍以及基金會的三位副執行長都共同出席記者會 就是希望能夠將大眾對慈濟基金會的負面印象降到最低 設下停順點 記者綜合報導